2021年5月25日,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前夕,上海和平饭店第四届文化艺术周在茉莉酒廊内盛大起目。 现场来宾们在舞蹈家的国际舞表演中,欣赏着和平电影剪辑长篇。 飞深海内外的老年爵士乐团献上电影歌曲演奏,用音乐诠释海派文化和光影经典。 和平饭店因其独具海派风韵的奢华闪耀,令无数导演为之倾倒。 至今已有近50部电影在此趋劲拍摄,用一段段精彩的电影片段书写着光影传奇。 据介绍,5月25日至5月31日期间,诸多与和平电影有关文化艺术活动也将在和平饭店一一拉开序幕。 读者与观众可在线上和线下参与各类活动,感受和平光影魅力。 包括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史川教授,将与众多影迷们分享早期上海电影的摩登与消费专题沙龙讲座, 带影迷回到20世纪初的十里洋场和外滩的黄金光影岁月。 著名青年艺术家和平将会举办红尘滚滚电影艺术鉴赏沙龙, 以插画家的角度分享电影中的美学艺术魅力。 整个艺术节期间,粉丝可通过上海和平饭店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与和平的电影情节摄影大赛投稿, 来电影打卡地亲临现场倾听故事。 5月31日闭幕时当晚, 《飞升国际》的老年爵士乐队将与和平光影百年摄影比赛脱颜而出的获奖者一起共庆这次艺术周的闭幕。 文化艺术周期间, 餐饮活动也是精彩封城。 和平饭店将推出一系列电影主题的美酒美食, 为宾客带来一场美味的艺术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